大家好,我是Ben,歡迎回到泰語構句練習 這一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T T 好,那它主要有兩個用法 第一個就是類似英文的關帶 也就是who,that,which 所以如果你英文OK的話 這個應該對你來說不會太難 它主要功能就是指定或是修飾前面的名詞 那待會我們就從例句來講解會比較清楚 那第二個意思很簡單就是地點或是地方的意思 所以這個字其實對我來說我個人覺得不是很難 但是也是一個蠻重要的字很常出現 好,那按照觀例我們就從例句開始看 一開始就先介紹它當關帶的用法 那如果你英文好的就會可以吸收的比較快 那如果你聽到關帶覺得很害怕的話 也不要緊張因為其實沒有那麼難 好,那希望我給的兩個例子可以幫大家立刻就抓住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用法 好,第一個例句選的是 Kam T SUPA 跟Kam T YA Kam TSUPA Kam TYA Kam呢就是字寫字的那個字 那T就是所謂的關帶 或者是拿來指定或是修飾前面的名詞 那前面的名詞就是Kam,就是字嘛 好,那我們來看SUPA SUPA SUPA在這裡是有禮貌的意思 好,所以Kam TSUPA 的意思就是有禮貌的字 先是字嘛 那你後面指定或是修飾前面的字 什麼樣的字呢 有禮貌的字 那後面那個Kam TYA YA是粗俗的意思 所以Kam TYA就是粗俗的字 那一樣它的架構就是字 然後加一個T 補充說明修飾 指定前面的字 什麼樣的字呢 粗俗不雅的字 好,所以Kam TSUPA Kam TYA就是有禮貌的字 跟粗俗不雅的字 好,希望這個短短的例子 可以讓大家知道T 在這裡的用法 好,一樣的用法 FALANG T BEN PUN LA MAI FALANG T BEN PUN LA MAI 我們先看FALANG這個字 FALANG其實有兩個意思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好,FALANG的第一個意思呢 是巴勒 就是水果的那個拔辣 泰文叫做FALANG 好,那它第二個意思就是外國人 但是不是一般的外國人 就是指白人,金髮碧眼的西方人 就叫FALANG 好,那我們來看第一個例句 FALANG FALANG 好,這邊不知道 因為我剛剛說FALANG有兩個意思嘛 所以不知道這邊FALANG是什麼意思 那加一個T 就是用來指定 修飾前面的FALANG 告訴你是什麼樣的FALANG BEN PUN LA MAI BEN是是嘛 前兩集介紹過 如果大家不熟悉BEN的用法的話 可以點擊資訊卡 右上角回去複習 BEN LA MAI 是水果的意思 所以FALANG TBEN PEN LA MAI 就是 意思是水果的FALANG 那這邊的意思就是指 巴勒 好,那下面的例句是 FALANG TBEN KUN FALANG TBEN KUN 好,一樣 FALANG不知道是 巴勒還是外國人 所以就要繼續往下看 加一個T 用來指定 用來修飾前面的FALANG 什麼樣的FALANG呢? BEN KUN BEN YANG是是 KUN是人 所以是人的FALANG 那就是指外國人 白人 那希望這張投影片能夠 立刻幫大家抓住T的用法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 一些 一些很常用的意思 那一起介紹給大家 例如 KUNYU TI NAI YANGYU TI BAN KUNYU TI NAI YANGYU TI BAN KUN是你 YU TI 我覺得大家可以一起記 就是在 在哪裡的在 那來是哪裡 所以KUNYU TI NAI很簡單 就是你在哪裡 YANGYU TI BAN YANG是還 還怎麼樣的那個還 YU TI 我剛剛說了是在的意思 那BAN是家 所以YANGYU TI BAN 就是還在家 所以整句 KUNYU TI NAI YANGYU TI BAN 你在哪 還在家 還在家 很簡單 下一句 KUNYU TI KUNYU TI KUNYU TI ón 那你就说 晚你晚替 今天晚替 今天就是22号 所以这个就是 替如果加上数字的话可以表达第几的意思 我再给大家一个同样的用法不同的例句 rao a mai dai mi o ka ti song rao a mai dai mi o ka ti song rao 是我或是我们 a 是可能的意思 mai dai mi 就是没有 o ka 是机会的意思 那ti song t 再加上数字就是第几的意思嘛 所以ti song 就是第二 所以o ka ti song 就是第二个机会 第二次机会的意思 那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rao a mai dai mi o ka ti song 就是我们可能没有第二次机会 好 接下来 don ti kao bo ra kran re don ti kao bo ra kran reo don ti大家就一起记 在什么什么的时候 kao 是男生或女生的他 bok 是告诉说 rao 是爱 爱某一个人的爱 kran reo 就是第一次的意思 那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那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don ti kao bo ra kran reo 就是他第一次说 爱我的时候 the时候 好 下一个例句是 kon ti okay i got hack ip in thank you can say and up chan pao zai pun to and ta 大家也可以直接全部一起记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前 靠在是了解理解 普恩 其实就是 普是人 恩是其他的 所以普恩合起来就是别人 动是必须 靠在是一样是理解了解的意思 多恩是自己 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在了解别人之前呢 必须先了解自己 好 那以上就是第一个用法 它当关带还有一些 跟替常常一起联用的字 一起教给大家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用法 是表示地方地点的意思 这个很简单 Yang Mi Ti Nang Wang Mai Yang Mi Ti Nang Wang Mai Yang刚刚说过 大家还记得吗 没错 是海的意思 海怎么怎么样 那mi是有 所以Yang Mi就是还有 Ti Nang T是地方 Nang是坐下的坐 所以坐的地方就是哪里 没错 座位 那Wang呢 是空的 所以Ti Nang Wang是空位 空的座位 Mai 是问句用的吗 那整句应该很好理解 Yang Mi Ti Nang Wang Mai 还有空位吗 还有座位吗 还有空的座位吗 好 下一个例句是 Yang Mi Ti Nang Wei Yang Mi 好 那么往下看 Nai Ti Tavam Ngann Pen Yang Rai Wang 乃替淡安 本阳来办 乃是在 在什么什么里面 替是地方地点 淡安是工作 那替淡安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工作的地方 就是工作的地方 办公室 办公处都可以 本阳来办 大家可以一起记 就是如何怎么样 那整句 乃替淡安 本阳来办 你工作的地方 你办公室 你的公司怎么样 的意思 好 接下来 替泡 千迈 拉达 哈道 替泡 千迈 拉达 哈道 替是地方 泡是呆或是休息的意思 所以替泡合起来就是住宿的地方 千迈是清迈 拉达 是等级的意思 哈道 达是星 所以哈道就是五星 那整个名词片语是什么意思呢 替泡千迈 拉达 哈道 就是清迈五星级的住宿 下一个例句是 撒亚替堂地 各自宿kt på这ками 海市 萝卜 therapy and tear 下大达 哈道 痛点尿 攻 bak 涼 frank 下大达 就是地方地方地点的意思 tongtion 是观光或是旅游 所以下 30 auf 哈ifier 就是观光景点 铌是你得我的他的的的 Paklang Pak是区域 地区的意思 那Glang是中间 所以Paklang合起来就是中部 那中部指的就是曼谷那一区 好那这一样短短的名词 片语是什么意思呢 Satan Tito Kong Parklang 就是中部的观光景点 所以这个第二个意思很简单 就是地方地点 好那接下来会给大家两个例句 那是把刚刚关带跟地方地点 的两个用法合起来 在一个一个句子里 那测验一下 看大家是不是真的了解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句 Titamgan Kong Kun Yu Ti Nai Titamgan Kong Kun Yu Ti Nai 好Titamgan我们刚刚说过了 就是工作的地方 办公室办公处 Kong Kun Kong是德 Kun是你 所以Kong Kun Kong Kun 就是你的 Yu Ti Nai 记得我们刚刚说过 Yu Ti 是什么意思吗 是在的意思 那Nai是哪里 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Titamgan Kong Kun Yu Ti Nai 你的办公室 你工作的地方 在哪里 好 那第二个例句 Kong Kun TT AR 好 到底是现在 Mikla Kla是敢做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Mikla就是不敢 Oby是出去的意思 好 接下来有两个T 大家应该觉得很奇怪吧 TT是什么 AR 好 我们先看AR 好了 AR是拥挤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TT 第1个T呢 是表达地方 Satan T 地方地点的意思 现在不敢出去 地方 然后第2个T是关带的用法 拿来指定 修饰限定前面的地方 什么样的地方呢 AR 所以TTAR 第1个T是地方 第2个T呢 是 关带的用法 拿来修饰指定 补充说明前面的地方 怎么样的地方 拥挤的地方 所以TTAR 就是拥挤的地方 那整句什么意思呢 当你麦克拉 奥白TTAR 现在不敢去拥挤的地方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T的两个用法 那我真心觉得T其实不难 那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一样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心得以及指教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及频道的话 请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加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 Kopko ma ka Sวัสดี Kopko m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